160 《星島日報》 實力客列銀行入客名單 2015年7月14日公商月點 12公商天文台積期年上星期回顧小投資者如何借貸 善用銀行的錢做投資 小投資者借貸少,只要定期還款就可以 銀行一般不會突然地催促還款考慮,風險較低 相反地,大型財團借貸牽涉數目大 很多時面對銀行考慮,成為投資的風險之一 這就令即期年想起 記得有一次,一名內地來港 在一家大型銀行找到工作的朋友 他竟然熟悉本地財團,上班的第一個星期 他告訴即期年,那麼大的財團 我們銀行沒有人跟進,我一定要找他 適數還款決定不再者該家實力財團皆是h 有善地接見他,然後如實告訴他 在金融海嘯期間,就是你們這家銀行向我考慮 就一單留案要求部分還款 結果,我們適數歸還 並決定以後不再向你們銀行借貸 朋友雖然肯有誠意推銷 最後基於該財團所有貸款以作了安排 遠距了他,最後他在這家銀行只逗留短時間 決定離港園內地,臨走時致電即期年 然與姦媳婦不平,怎麼好端端一名客人 被銀行Korlin趕走 這也是他的一個錯節 決定短時間離職的其中一個原因 在銀行跑前赤帳 P.C. 常且因公司Korlin政策感到蠢色 在客戶眼中,不過陰天來臨 還沒有下雨,銀行已修訂把傘 絕對沒有道理及欠缺人情味 見陰天修訂傘不過,在銀行角度而言 這就是風險管理,當一名客戶 尤其是大型客戶 向多家銀行借貸 而經濟有出現不可挽救的問題時 率先行動 最快Korlin的銀行 承受的損失一般最少 不過,銀行在反應迅速的同時 也有Korl在良的時候 另一名銀行朋友說 他有時處於尷尬為止 身為前戶最明白客戶的處境 在特定情況下 不免要公事公辦一切照做 他們只好向客戶解劃 希望將誤會減至最低 事實上,工作想更新建立的基礎 往往就是公司考量政策 足以令城堡摧毀 不要港幫幫手有投資者笑言 他間中與銀行打交道 有一次 他開玩笑式地在銀行職員面前扮窮 市道唔好 省得就省 唔好食魚吃飽魚咯 去大家樂或新超級啦 他說 此話一出後 銀行便以為他財政出現問題 立即向他啟量 這名投資者可沒有上述實力財團 解釋 H 的好脾氣 他全數歸還款項後 還自電去教訓他們一番 我向他們的管理層投訴 說你們借出這筆錢不過半年時間 當時還是主動遊說要我嘅 轉眼就話考慮 人家可以用這筆錢來做什麽呢 我買一隻雞 你說先還回一隻雞給你 切足半筆 Cue 你 隻雞咪死妖 總之教具人情未他總結到 銀行是一隻冷靜而無情的動物 跟他說而氣 簡直而氣 對於銀行佬來說 有一句說話一定唔講得 就是幫幫手 講得這三個字 一定死定 銀行不是等落雨才收嘅 而是一見陰天就收嘅 但晴天時 又屎鬼要問你姐姐呢 多年來在商場上的月曆 他認為 中資銀行比較具人情味 外之行見風轉陀 講之表現一般 佳因滲透了外之文化 即其連